昨天一个厂家的业务员加我微信给我推销他们的一个有机肥 也是液态的 然后说是氨基酸类的一个有机肥 然后我就想了解我说你这个氨基酸液体有机肥有什么样的优势啊 你给我说一下 然后第1个是进口的 从 泰国是面典进口的我想不起来啊 这个首先 我感觉这个泰国面典的工业可能比我们中国的工业可能更有啊 这是第1个 第2个呢我说你这个有机肥里面的元素啊 尤其这个微量元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含量有没有一个 一个标准呢就是你因为你们毕竟已经新生商品了嘛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有机肥啊 有300多种 元素 然后就给了一个大大的赞 我说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向你们企业去学习 300多种目前我们 已经发现的 农作物这块还就是 20多种吧 不论是生命元素还是其他的一些保健元素啊 300多种元素 我不知道这300多种元素 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企业 实际上这个呢 主要是原因还是 还是 不是说这个产品具有300多种元素 还是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呢 信口 思黄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忽悠 所以说我们种植户啊 就说一定在这方面要去注意 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在 判断哪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去判断 不要听着这个农资企业的业务员 信口磁黄 最后呢 可能就把你忽悠进去了 我拍这个视频的目的 还是让咱们种植户啊 以后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多心意 留个心意 还有你包括前段时间 还有一个 好大的什么什么 农大的一个企业 我推销这个生物菌的 生根效果非常好 然后我说你们有 因为我们做的无土栽培啊 我说你有没有一个 这个试验的这块 有啊 我们有一个客户 用到无土栽培 我说他有数据没有给我来看看呢 我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以后我的沟通沟通学习一下 他刚拿的货还没有去做试验的 一听的时候就知道 是假的 为了让你去用它这个生物菌的 然后给你信口开河 实际上这些东西 已经在农资企业这个推销产品这些话 见怪不怪了 本身农资是一个生产资料 它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在有些企业啊 业务推销当中的 做变成什么呀 变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具有具本性的 一个 话剧了 这个是很可悲的事 现在在这些ivity's 业务推销 事件上引起来